快捷汉语一加一 第二十四课 过年 第一幅画 词汇 贴 符 字 过年 年货 出门 幸福 故意 风俗 习惯 对话 老李在干什么 趴在门上贴符字 老李的妻子要去哪 过年了 他要去市场买年货 出门的时候 妻子对老李说什么 他说 你怎么把符字贴到了 老李是怎么回答他的 他回答说 符到了就是幸福到了的意思 老李为什么要故意倒着贴符字 因为中国人过年有这个风俗习惯 第二幅画 词汇 团团圆 除夕 大年三十 家人 表示 年年有余 平安 长久 成双成对 吉祥 词 对话 现在老李和妻子一起去了哪 他们去了老李的父母家 他们为什么去老李父母的家 过年的时候 孩子们应该回家跟父母团圆 他们在除夕那天回家团圆 他们在除夕那天回家团圆 过年回家 老李送给家人什么礼物 他送给家人两条鱼和两瓶酒 老李为什么送给家人鱼和酒 中国人认为 鱼表示年年有余 酒表示平安长久 两瓶酒两条鱼表示成双成对 都是很吉祥的词 第三幅画 词汇 包 一般来说 全 显得 气氛 热闹 春节 晚会 对话 现在老李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一起包饺子 过年的时候 为什么要吃饺子 因为吃饺子有一年吉祥的意思 他们在什么时候吃饺子 一般来说 他们在除夕的夜里吃饺子 为什么要全家人一起包饺子 这样显得家庭气氛很热闹 他们一边包饺子一边干什么 他们一边包饺子一边看春节晚会 第四幅画 词汇 年夜饭 互相 新年 宣布 消息 决定 生孩子 抱孙子 对话 现在老李一家人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一起吃年夜饭 吃年夜饭的时候 大家要互相说什么 大家要互相说 祝你新年快乐 老李端着酒杯 在说什么呢 他说 我宣布一个消息 我们决定 今年要生个孩子 老李的妻子怎么样了 他有点不好意思 脸都红了 听到这个消息 老李的爸爸妈妈会怎么样 他们会很高兴 因为他们要抱孙子了 第五幅画 词汇 醉 不停 道 说笑 对话 现在老李怎么样了 现在他喝醉了 人喝醉了 人喝醉了会怎么样 人喝醉了会头晕 不停地说话 老李喝醉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他继续给自己倒酒 还大声地说笑 老李为什么会喝醉 因为他太高兴了 所以喝了很多酒 老李为什么这么高兴 因为他要当爸爸了 第六幅画 词汇 长大 长大 别墅 普通 小人物 对话 现在老李怎么样了 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睡觉的时候老李干什么了 他做了一个梦 老李梦见什么了 他梦见他有儿子了 儿子已经长大了 儿子对老李说什么 他说 爸爸 给我钱 我要买汽车和别墅 老李能给儿子这些东西吗 不能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